因為我們訓練的功能 都 由身邊第一順位就是豬 你給我派的時候 那一條去保護你 所以你要獎勵 你只要我沒有再有攻擊性動作 你就好 好啊 不行不行 你給我獎勵你就算了 你就說清楚了 好 給你看看 好 你去好 好不好 我們今天剛好一些朋友 帶一些寵物過來 吼 ton複就寶寶寶 我先講我的故事 我們真的是 baby 是我們養九年多了 自我一個年輕人 養到最後無力飼養 然後就是我們把它接手過來養 你這隻是 一個月 你很可愛啊 很多人養狗就這樣 看到小子說很可愛 長大了就丟掉了 對 是吃羊了 才會有這些流浪貓的無力 好 然後我們今天的主題 再來會進入一些 或許是比較敏感也好 或許是會有兩派不同的對立也好 但是我們都說是在外的 有的就是不覺得說我們還是教的 或是說有人覺得我們說的 所以要再高強 但是我們今天有一些教練 有一些什麼訓國的教練也有 他們有帶過來 那我們帶你們去看 人家怎麼去訓權的 這個教練專門訓權的 訓權學校的 這是 卡朵 做什麼 他沒聽說話 這次那邊不知道 他也沒那麼多 所以你要先拿去 大家想說什麼 我來跟阿佳 不是 不是 你是受過高級訓練 卡朵 稍微再進去可以做什麼 來 做什麼 做什麼 來 卡朵 好 做什麼 來 做什麼 可以 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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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狗在我的認知 告訴你 我不知道 我認知對不對 我們剛才有 像我剛才 貴賓群 寵物群 寵物群 你們這叫父母群 外面 在樓梨走的 樓梨走的 那叫流浪 流浪狗 其實 像這個外來賬的 這也是外來賬的 在台灣 對我們台灣的 保育類的 野生動物最 最受威脅就是 流浪群 因為我們台灣 百分之 90都是被 流浪群 咬死的 但是今天我們就要跟大家講 狗 是人類最忠實的朋友 我們不要棄養 所謂外來的狗 就是因為棄養跟放生 不要再無名化了 像這種狗 教練 等一下會示範一下 有訓練過的狗 真的是很好 所以我們當然是 我們宣導說 主人要有一個正確的 飼養跟教育的觀念 不然我們家這麼多 飼養是要給我們 整個家庭帶來快樂 不是要 飼養這麼多 做高樓50人 所以主人 就要有一個正確的 飼養跟教育的觀念 對 飼養也有一個 責任館 對 給小孩子有一個責任館 照顧一個 寵物的責任館 每個高證 有每個高證的特色 比如說小新國就是寵物 寵物國 寵物國就是 我們家裡裡 大家都聽到生作會 但是他大型狗 基本上也聽到做寵物國 但是他聽到具有保家 會顧出人口 對 當然就是 飼養跟教育的訓練 比較不會危險 有啦 要處理就是要 牽繩 牽繩嘴套一定要的 對 大型狗都要 大型狗基本上 但是想到你有 基本的家教 家庭訓練過 基本上 主人說的聽 他就有什麼風情性 不過你看 像現在 我這麼在店裡說 這樣正常都不會去 但是 我要攻擊動作的比賽 為什麼 因為我們訓練的功能 都 由三邊第一順位 就是主人 你給我派的時候 你一定有去保護你 所以你要獎勵 你要 只要我沒有 攻擊性動作 你就好 好啊不行不行 你給我獎勵就算了 你就攻擊一下 你看我怎麼樣 你去好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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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兒子 我打開我 好 好 好 那你就不要進 好 好 走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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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 這樣就不會癢的 你看 這樣就不會咬人了 這樣就要護衛犬 有沒有 有訓練的真的有差 果真要訓練啦 都扮一下 算一下 很乖 沒問題耶 齁 不要再把大型水汙名化了 把它出門還是要牽繩跟那個嘴套 哈哈哈哈 所謂訓練就是不差 不一樣 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我沒這麼夠了 都要夠了 嗯 來妹妹你試試看 來來來來 來來來 不會啦 不會你先跟他互動 我剛才試過了 你要 手要給他聞你的味道 卡朵 卡朵 你可以摸到 你可以摸到 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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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你可以牽著它 它都在你左邊 對 對對對 不過太快就要 繩子大家急一點 跟它慢一點 它就慢了 好 卡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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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朵 好 卡朵 好 卡朵 嘴套嘛 牽繩 這樣都沒問題 也合府法規 然後再強調一點 像他們這些 訓狗的 他們養狗賣狗 他們這些 我這些朋友 他們都是合法的喔 這隻看起來很凶猛 這隻肚子 這隻肚子 這肚子肚子 你有什麼才藝 坐下 哈哈哈哈 你只坐下而已 沒有 隨便歪路就對了 你看 護衛犬就護衛犬 這裡有一隻 對字 都會顧主人喔 像他這一隻這樣 是幾歲 三歲 三歲喔 他會隨便咬人嗎 很乖喔 他是護衛犬對不對 對 如果 像外面的人 就覺得說 像這種犬就是 把它無名化 很很 惡劣這樣 其實都 我覺得 他們的觀念不對對不對 對 你那個主人 必須要把他交好 狗是人的最忠實的 朋友 有問題的 通常都是主人 怎麼樣去教養 對 你講這個 狗絕對是 最無法 你講這個 我認同 因為就像 我們生小孩子 我們也要教育小孩子嘛 對不對 也是人 父母的問題啊 你狗的行為 全部取決於在床 所以 不管你狗的行為怎麼樣 人就 必須要負 最大的責任 沒錯沒錯 OK 謝謝 這隻叫什麼 卡斯羅 卡斯羅 哪一國的狗 義大利卡斯羅 義大利卡斯羅 剛才那隻是 阿根廷 阿根廷杜糕 對 這一隻 你說七個月喔 七個月 七個月 這麼大小 大型狗沒有想到那麼恐怖啊 欸 阿像你都要刺江的 這隻也江的 江的 江的 比較可愛 比較壞 比較大隻 公的 公的比較大隻 體型比較大 公的體型比較大 所以 養護衛權的人 就比較喜歡 大 對 大的養起來 體型 體型 其實 真的狗 沒有那麼恐怖啦 其實我跟他相處下來 我現在可以跟他靠近了 沒有啦 你就是要 主要是管教的問題 不要亂棄養齁 愛他 就不要棄養 沒錯 對 自己當小朋友在養 對 對 我帶回來 你要有一個 你要有一個 心理準備要 下定決心說 你要真的要 好好照顧這條狗 沒錯 沒錯 因為養牠就是要對牠負責 沒錯 要對別人負責 其實養狗 我們要 像對待小兒子一樣對待牠 養狗 我們是有責任去愛護牠 照顧牠 養牠一輩子 養狗要很有耐心 然後牠會保護我們 會陪伴我們 我們經營不好的時候啦 然後就是 跟牠講講話 阿如果你講錯話 牠不會靠別你嘛 對不對 然後我還是覺得說 不要棄養 愛牠就不要棄養 狗真的是 人類最忠實的好朋友 當然我前面有講 流浪貓狗 是生態 外野種最嚴重的問題 這沒辦法 我們不要把它混為坦 好不好 因為我愛貓愛狗人士很多 然後我們也愛這個 我們台灣生態 像我們 台灣保育類的雲生種 我們也要愛牠 就是不要棄養 不要亂放生嘛 然後再來一些貓狗 我才被烏雲化 像有錢人就說 像我們都有在移植外野種 但是我在強調移植外野種 不是我們的責任 自然有責 有些人酸民就是說 流浪貓狗你為什麼不去移植 我就問你嘛 動保護者怎麼移植 那你自己為什麼不去移植 不要這樣嘛 不是只會在網路嘴炮嘛 我一直強調 不要放生不要棄養 移植外野種不是我們的責任 在移植外野種情況之下 是不能違法的 好不好 既然他們已經受到動保保護 那我們就是不要去違法 然後就鼓勵大家 既然能結紮就結紮 然後現在法律有通過了 不要去亂飼養 流浪貓 這個條例好像要通過了 然後不要亂棄養 不要亂放生 就這麼簡單嘛 就沒有這些問題 好不好 那希望大家就是 觀念改一下 他們會陪伴我們一輩子 而且不像你們朋友這樣 真的他們不會 好不好 你幾歲 兩個月 兩個月 一個月 一個月喔 你要去哪裡 你要來我家 很可愛喔 你看 反差多大 三年的度高 所以要養寵物之前請三絲 不要養養再棄養再放生 好不好 為什麼你們不要把自己放生就好了 把自己棄養就好了 養狗就是主人的責任 像這樣寵物權就互主啊 你看一下喔 你高 咦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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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流浪狗 因為被人家怎麼樣 其實就報導了好多天 甚至網路霸凌一大堆 但是如果一隻流浪狗去咬傷人家去追車幹嘛的 曾經大家都有被狗追過的經驗 受傷了跌倒了或咬傷了 所以洞保團體 洞保人士都不會出來講話 我也希望說不要把貓狗的生命 塑造比人命還重要 好不好拜託 還是人命比較重要 不要把貓狗搞得比人命還重要 我就覺得台灣洞保有時候太誇大了太誇張了 這是最後跟大家講 當然這是我的看法我的言論 我不是要對抗你們洞保團體 但你們洞保團體到底在為了台灣生態附輸什麼東西 我看不懂 所以真的 賭好好好啊 好不好 輸行的 好不好 你那個牽狗牽到狗跑掉了 對啊 狗跑掉了 牠就熱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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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來這裡耶 喔 認主人的 好啦 謝謝啦 大家辛苦了 謝謝謝謝 掰掰 掰掰